小船靠近船隻 強力的風浪 讓準備攀爬上梯子的飲水源 插點就掉下來 還好下方居稱夥伴姥姥將他接住 才沒有發生意外 飲水源在各大港口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為高危的工作性質 加上資格很難靠 月薪可以達到七八十萬 現在交通部航港局27號 將召開會議演繹再次提告 飲水源的夜航祭費 3月1號已經在舊的費用裡面 加一層 這讓業者反映增加成本負荷 對比港區內的其他相關費用 飲水源的夜間加成達到50% 但其他業務內容 像是裝卸貨或是禮貨的夜間加成 都不超過50% 部分甚至連20%都不到 其實要成為飲水源真的不簡單 在台灣還得先擔任過船長 才能通過後續飲水源考試 加上訓練時間長危險度又高 究竟該不該再有更高的夜間加成 引發討論 三千七萬零九號輪轉基隆採訪